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针对乳脂少怎么去治疗 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用懂事齐屑怎么去治疗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用传统针灸怎么治疗 我们很多一部分女性 就是在怀孕之前也没有好好调理过身体 或者是平常身体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健壮 身体就比较弱的 生产完了之后身体会越发的虚弱 动不动就是气喘虚汗淋漓 或者干点什么活动量稍微一大 就是感觉特别特别乏累 像这种情况 蛇之内比较蛋白 这个就属于典型的就是生产完了 气血更亏了 典型的气血不足 这属于这个正形 那一般的像这种情况的我们用传统针灸有一组方子 首先呢我们可以先扎蛋中穴 蛋中穴呢得气之后啊 先下针啊 平刺啊 平刺啊 下针下针之后呢得气之后 我们把这个针呢向着这个两侧的乳房斜刺进针 进1.5寸 然后进针之后平补平泻啊 然后呢等那个乳房有这个胀杆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针了 可以不留针 那为什么扎这个穴位啊 蛋中穴你看 它本来就是两乳连线的终点吧 就是第一呢 它有一个局部治疗作用 第二呢 嗯 蛋中穴啊 它有号称乳病第一穴之称 也就是按照我们传统针究的一般治疗乳房的疾病 这个蛋中穴啊 无论是什么乳脂少呀 还是这个乳房胀疼啊 或者是乳腺增生啊 这个蛋中穴我们是都要用的 但凡乳房的疾病啊 都会要用到 嗯 就是注意一下进针方法 然后呢 嗯 蛋中啊 完了之后 我们取这个绍则穴啊 绍则 颈穴 在这个绍则穴这 拿那个家里有那种 嗯 采血针啊 一般我觉得家里有老人的啊 都会有那个采血针 一般没事测测血糖嘛 用采血针 稍微哎 点刺一下 然后挤一点血出来啊 挤个十滴八滴就行 不用太多啊 挤上一点血出来 啊 挤完血之后 你再去扎上这个 呃 双侧的足三里啊 双侧的血海 然后关圆穴啊 这个方法啊 先弹中 然后哨侧刺血 然后双侧的这个足三里 双侧的血海 然后关圆 这个呢 隔天一次啊 不要天仗 隔天一次 一般两三次之后啊 你就发现这个奶水一下就多起来了 因为这个呃 弹中和我们的哨泽血 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通筋下乳的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呢呃 足三里呢和足三里血海呃官员 他撒呢也是一个怎么说他撒经常搭在一起去补义气血啊 啊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两三次之后就你就会发现啊 奶水一下就增多了 所以呢如果我们家里啊有刚生产完呢或者这个身体不好乳 乳汁特别少的奶水特别少的我们不妨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因为相对来说方法很简单啊 但是呢确实链床效果又特别好 呃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请大家继续关注我